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TX-1的PSIR以及威胁研究团队的团队经理 那当然是我们今年的总招 那这一场议程其实和下一场议程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是把它连在一起的 因为AD的问题在我们在看起来是近期各种攻击的一个突破口 也是大家被compromise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特别安排了这些议程来探讨AD的攻击和防御的策略 所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两位讲者带来的演讲 谢谢大家 各位下午好 我是Mars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会比较少琢磨在纯技术的部分 但我不会说在做这些事情 在做我们这个风险量化的时候 它需要蛮多技术的一些概念导入进去 跟一些对AD的正确认知 OK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整个网狱AD的风险量化及相关的防御策略 我们谈的是风险量化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AD有那么多的攻击手法 而这些攻击手法它到底 priority是什么 它到底输轻输重 我们这么多的攻击手法出现在我们的整个可能企业网狱里面 举例来说我是TS1 我TS1的AD里面 有这么多可能的攻击 潜在的质量问题 那我要怎么去优先的密集给它 我要怎么优先的去环节 我怎么知道顺序 这也是我们想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 透过我们风险量化的策略的模型 我们把这个priority排出来 当然我们知道priority 我们也知道相对应企业 不同企业网络环境 它会有不同特殊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弹性的去做相对应的调整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会很核心讨论的一个议题 好 那我是Mars 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Mars 我目前是TX1的P-Search 跟Search的Manager 那主要来负责的是ICS跟Sketa IoT Malware 还有一些Enterprise Security的内容 那其实会接触到AD其实蛮偶然的 其实在有一天 我老板问我说 Mars ADL怎么打 大概两三年前的时候 我老板问我说 ADL怎么打 那是当下我其实是茫然的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慢慢开始专研一下AD 跟Deskler一起专研AD 然后我们就踏入这个 我会说这是不归路 就是一山还有一山高的内容 这样子 但我们今天会尽可能的跟各位分享 各式AD相关的一些skills 好 那Deskler是我们TX1的Square Researcher 那他在加入TX1之前 他在TronMicro的Rating服务 那也专注在AD的Security Ratingming跟Penetration Testing的skills上面 他也是有丰富的经验 在Hack Training跟CCOE 我们的治安作业中心的建制计划的课程中 这样子 好 我们今天的内容大概分成几个部分 比较简单的还是给各位一个guidline AD提供了什么功能 提供了什么服务 它面临了什么样子的挑战 为什么它这么危险 为什么它这么重要 这是我们想要去知道的一个核心议题 OK 那再来我们会去跟各位介绍说 我们背上一些基础 我们去调整了 我们去调整了AD的风险评估模型 我们建立了一个风险评估模型 专门forAD的 专门forAD的 好 那这个评估模型 它可以适用在point 适用在vector 适用在单一的attacking vector本身 像是Curberstein Passed Ticket Golden Ticket 或者是AC or Abuse Delegation等等的一些 各式各样不同的AD的攻击手法 OK 我们说attacking vector 我们可以应用在这个风险模型里面 然后我们评估它的风险 然后我们也知道说 它的风险priority 在不同的企业里面 哪一个priority比较高 原因是因为 在不同的企业里头 对于AD的配置 对于AD的设定 对于AD的configuration 其实都会不一样 而也是因为这个不一样 它会让我们的风险模型 其实很难去调整 应该说很难去建构 因为它的内容跟种类 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非常非常的多的 所以我们其实在模型建构上面 我们遇到了蛮大的各种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也会说 我们并还没有完完全全的 让这个模型非常的完善化 原因是因为 它其实还是存在着很多的 我们需要去调整 我们需要去适应的一个部分 这样子 这边我先让各位知道 好 那我们针对vector 会去做个简介 那当然有的时候 在AD环境里面会遇到一些情境是说 我可以知道 Attack-a-vector 这些单一的攻击手法本身 是什么样的priority 可是有的时候 现实是 我even知道 我应该优先mitigate它 可是我没有办法 去做任何的action 原因是因为 可能各式各样的企业因素 历史工业等等的状况 我没有办法去做mitigate 针对这个Attack-a-vector 这个risk 我没有办法去做mitigate 那怎么办 那我们想到的概念是说 那攻击者其实基本上在AD的时候 他不见得是只用一种工业手法 他可能是很多时候会是好几种 三种五种的Attack-a-vector 串成一条Attack-a-path 那我们就对Attack-a-path 去做整个风险量化的评估 那我们从这个量化评估知道说 不同的路径 它可能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 哪一条路径的风险比较高 那这些路径比较高风险的 哪一些vector 是可能我们要先解决的 那也背上企业使用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 这样子 好 那还是简单 还是简介一下AD是什么 AD其实基本上是 微软提出来的一个便利集中式 管理的Directory Service 那基本上在现今AD 已经成为了所有身份认证 所有Directory Service 相关的一个集合体 那基本上我们谈到Azure Directory 我们就会知道说会有LDAP 会有Curbristing的Azure 我们所谓的D端的 我们今天还不谈Azure AD 我们还不谈Cloud的版本 那DNS Service 基本上 Install Windows Server的AD服务 基本上就安装的DNS部分 好 那其实网绿的AD在企业里面 其实使用的状况 其实蛮平凡的 就我的认知 其实蛮平凡的 绝大多数的企业 其实或多或少 都有使用AD 甚至有一些企业 他标了AD 他还标了好几组Domain 可是他可能不自知 各式各样的鬼故事 我想我们下一场Eason的John 会跟我们分享这样子 好 那各式各样的内容 那AD有各式各样的服务 包含目录服务 同盟服务 Federation Service Certificate Service 跟RMS 白权管理服务等等的 那其实我们会知道 在AD最核心的是 我们所谓的Dirtual Service Domain Service OK Domain Service 基本上就是提供我们储存 相关的Data 跟储存 进行 透过相关的机器去做 安全性的认证 跟存取控制 Federation Service 基本上是在 相关的Security Boundary里面 去共用他的identity 去共用他的身份 然后去让他能够做好 相对应的 Service与操作这样子 那Certificate Service 其实也是很好玩的一个东西 这也是我们在 最近在做 这个Attack Vector量化的时候 其实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因为Certificate Service 其实是去年 Brihat USA 有SpeedOps SpeedOps提出来的 一系列的Wide Paper里面 还有八九种的工艺手法里面 针对Certificate Service 所以每一个Certificate Service的Attack 我们也都可以去做 Attack Vector也都可以去做 相对应的评估这样子 所以这边跟各位简介一下 因为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使用 那有些人可能会好奇说 那AD到底使用到 什么样的程度 那我这边还是 reference一份Data 告诉我们说 在63% D端的AD跟AgerAD 都有使用 都有使用 那当然有一些14% 在那个时候的资料上来看 14%会是 14%会是规划在一年后导入AgerAD 或者规划于一年内导入AgerAD 所以基本上 使用地段的AD 基本上也算是在70%以上 所以或者是hybrid的版本 其实在 整个AD网狱的世界里面 它的比重还是相对高的 它的比重还是相对高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说 在现今 在地段的这些AD的攻击手法 我们对它做量化的评估 其实是有其意义在的 因为这些风险 它还是会在 它也不会因为 它重建了地段的AD伺服器 AD服务 而让这个风险消失 因为我们会说 AD的预设 安装的状况下 它就已经可能 存在着一些风险了 而这些风险 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该怎么去做medigate 这样子 好 那这边有一些过往的AD事件 我想 惨淡的各种历史 不管是什么样的事件 Ransomware 或者是透过PowerShell等等的 去Compromise Active Directory 拿到了 透过GPU 去Deploy Ransomware 等等这样子的 治安事件 数不胜数 像是LockB2.0 其实LockB2.0本身 它也去实作了 GPU的攻击流程 包含说 它会去check 说你是不是Domain Controller 你是不是Domain Controller 那你如果是Domain Controller的话 那再check你是Domain Admin 往下为True 它就会Deploy 它的Google Policy 那Deploy它的Google Policy之后 它就可以去Deploy 它的Ransomware 间接去Compromise 这个Domain 它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一个AD Ransomware的Grupper 在最AD做攻击的时候 的一套手法 那这个 其实各位就可以知道说 现在 不管是Ransomware的Grupper 或者是特定的APT Group 其实他们也都在用这些东西 但大家可能不自知 这也是我们想要去 尝试让大家有这个Base Line 认识到说 AD其实不安全 AD需要做风险量化 讨论出说 我们该去Midigame哪些东西 这样子 好 那 AD的攻击为什么很难以防御 我想还是分享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 这也是我们看到的 但它不百分之百正确 就是主态设定的错误 有些时候很难以被发掘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可能 小公司500台 Device 500个user 那中型规模的5000个 5万个 甚至可能像世界百大企业的 千万等级的 这样子的阻害设定的错误 可能会出现在很多的地方 那我们要怎么去发掘它 我们可能知道了 这个设定 这样的设定是错的 可是我们要怎么去列举 在这个user上 在这个PC上 或在这个ACL上面 或在这个不同的configuration上面 会有这些问题 它很难以被发掘 B本费发掘了 它也不见得是全面的 而目前现行保护AD的方式 它很难以被百分之百执行 我说的不是方法本身 难以被执行 而是在实际上的导路上 它是有自在难行的地方的 它是有自在难行的地方的 而AD相关的攻击流程 也很难以被完全侦测 很难以被完全侦测 举例来说 我们在做 可能大家常听到的金票银票 Golden Ticket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会有两个行为 一个叫Forge Golden Ticket Forge Golden Ticket 我们要先把这个Ticket Build出来 然后我们再做 Passed Ticket 把Ticket丢出去 在Forge Ticket这一段 基本上来讲 就没有任何的侦测机 是有办法 百分之百肯定说 我侦测到它 它就是在做 Forge Golden Ticket 或是Forge Silver Ticket 这个行为 很难以去被判断 很难百分之百 所以它一定要 1加1加1加1 我们才有可能 把这样的流程 给串接起来 而同时 AD我们也很难以去串接 列举所有的攻击路径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中大型的规模的AD 我们可能用各位常听到 Blohung这样的Tool 然后丢到 Blohung里面 把这个中大型的AD 资料收集起来 丢到Blohung里面去跑 它可能跑个三 一两个小时 可能都是会发生的 那这样的资料 在这么大 庞大数值的量级的资料下 我们怎么去列举 这些相关的 可能的攻击路径 EvenBlohung 已经帮我们列举好 特定的那些攻击手法了 但它真的 能够完整列举吗 那它有时候也会 像Blohung它会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以选择最短路径 可是在Blohung里面 其实它不只有 最短路径这个手法 方式可以去列举 我们可以列举 所有符合特定情况的路径 只是说它会多经过两个点 或者多经过三个点 这样子 OK 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说 ED有很多需要 侦测需要防御 但至爱难行的一个地方 好 所以尽管我们知道 怎么侦测好了 我们知道怎么防御 那问题来了 我们该对哪一个手法 整条路径的哪一个手法 优先进行缓解 哪一个 哪一个手法 我们可能很难知道 原因是因为 我们不知道的是 这个手法 它到底 Risk 它到底风险多高 我们不知道这一件事情 那或者说 我们针对路径来说好了 我们该针对 哪一条路径 去做Midi Game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但我们要怎么样知道 我们要怎么回答这个答案 这其实我们也想了很久 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AD 适用于AD的风险量化模型 我会说 我还是得说 它不是百分之百 完美的 在现阶段 但它是基本上 可以套用到AD里面去 让各位可以快速的 有几种方式 可以让各位可以快速的知道说 这样的technique 这样子的攻击手法 在各位的环境里面 它风险到底高 或者不高 OK 这是我们想达到的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讲一下 整个AD的风险评估模型 OK 我们就来讲一下 AD的风险评估模型 那首先 我们还是会定义几个名词 Sorry Souls 威胁老爷爷 OK 那威胁老爷爷是指说 我们攻击者对评估标的 有特定的存在线线线 OK 他怎么老爷爷 那攻击相关是指 这个攻击的手法 例如Kurlustin 例如ACL 例如Golden Tiki Delegation OK 那执行这个手法之后 预期会造成的 impact是什么 例如说我们拿到 Domain Adminition线 我们Compromise Domain Controller 等等的这样的impact 我们把这样的内容 组合起来 基本上来讲 各位就可以知道说 Stray Souls是谁 发起了什么样子 Attack Vector 什么样子 Attack Vector 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影响 什么样子的影响 这是我们去 串理起来的部分 而对Attack Vector 去做风险量化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想要达到 想要知道的事情 因为 OK 谁发起的 可能不见得那么重要 可是他做这件事情 究竟产生了 什么样的风险 我们就会从 Attack Vector 跟Impact的角度去做 例如说 我们知道说 可能他实作的 这个Attack Vector 他可以拿到 Domain Admin的 Access Right 的全处全线 那我们就会知道 这个风险 我们可能知道它很高 可是它真的是高到说 我们优先要去 Midigate的吗 我们有没有 什么样的计算方式 有没有可能 不同的手法 都可以Compromise Domain 可是在Risk上 它可能还是有一些落差呢 这也是我们 在好奇的一个问题 其实坦白说 那在这里 我们提出的一个model 其实会背赏 这样的概念 就是我们的风险 会等于我们的可能性 Likelihood 跟Impact 去做相对应的计算 OK 那Likelihood是指说 攻击者发起 这一个攻击项量 并成功的可能性 OK 所以Likelihood 会有另外一种说法 计算方式 Likelihood 会有一种计算方式 那Impact 我们针对的Impact 是算technic 是算technic 它的policy等等 我们不管 我们是以技术性 对Domain的技术系列的影响 进入Domain Compromise Assess Right 等等的 我们以这样的方式 去做评估 这样去做评估 OK 好 那我们的Likelihood 怎么算 各位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Risk 会等于 Likelihood 乘上 跟Impact 去做交互计算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就要去剖析了 Likelihood 怎么算 Impact 怎么算 OK 所以Likelihood 几乎我们会又多出几个名词 一个叫SetInitiation 一个叫SetAccurance 另外一个叫Predisponent Condition 那SetInitiation 我在中文这边 可能没那么专业 但我把它翻成是 威胁初始的音质 这个概念就是 SetInitiation 你要Initiate 这个AttackVector的 几率是多少 你要Initiate AttackVector的几率是多少 好 这个几率又要怎么算 我们等一下来看 我们会背上一个model 因为Domain里面的 有很多很多的Object 很多的物件 Domain基本上 所有的东西 基本上是物件组成的 那这个物件里面 哪些东西是 有可能被作为SetInitiation 我们拿这个去做 C的 去做一个计算 好 那再来我们会去跟 SetAccurance 就是攻击乡量 发起后成功的几率 能够发起 但它不代表会成功 能够发起 但不代表会成功 所以发起并成功的几率 算起来之后 然后去跟Predisponent Condition 去做加减 我们得到了我们的Likelihood 那这个Predisponent Condition 其实很多的时候 它就会跟我们企业的环境有关系 那我们后面也会有一些例子 来跟各位说明说 为什么我们会用这样子的变量 来去调整整个企业不同的风险 原因是因为 有些企业网络环境可能会有建构 防御机制 可能是一件事 那可能它本身在各种Configuration上 它有做加固 也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这就是我们想要尝试在不同的Domain里面提供不同的计算方式 因为每个单位都不一样嘛 可能华硕的 核硕的 核情的 可能不同的单位 它们的Domain的设定不一样 所以算出来的长相也不一样 明明是Curbersting 明明是ACL 单长相 绝对不会一样 这是我们会认知到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在更深入的讨论 String Initiation的时候 我们这边讲成TI 因为那字太长了 那发起攻击向量的几率 所以在这边我们把它更直观地定义一下 我们把它更直观地定义为 可以发起攻击向量的帐号涵盖比例 在Domain里面我们简单划分一下 能够发起 能够initiate相关的object的东西 在Domain的手法里面 无非是user 或者就是computer 那基本上Domain的PC Domain的PC跟Domain的user 在做发起攻击的时候 它基本上是 使用帐号的权限上面 它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在网络中 仅具备各种账号 仅具备各种使用服务的权限的账号 来去作为 所以initiation计算的基础 所以我们这边也定义了五个level very high high,moderate,low跟very low OK 那有不同的量值 那简单来说就是 可以发第一个像以very high来看的话 我们就会说 可以发起攻击项量的账号涵盖比例 大于等于90 我举个简单的意义就是 我这个domain有500个account 我有490个可以这个user account 可以被拿来发起这样子的攻击 那它的比例在initiation计算上面这种方向下 它就是very high 它就是very high OK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概念 原因是因为在这个概念上来讲 各位也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要知道有多少的account 是会被拿来做这个行为的 是会被拿来做这个行为的 所以这是我们想知道的 OK 这也是各位需要有这个相关的knowledge 去当成base 去做这个计算的 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我们这边就定义 介于70到89%会是high 25到69%会是moderate 意思类推这样子 那如果今天基本上它没有发起 攻击项量的账号的话 我们就会定义very low OK 好 当然虽然initiation是这样定义 但不代表它必须包含 所有的domain user跟domain pc 它会背上不同的攻击 attair vector的手法去做调整 OK 因为有些手法 它可能只allow user的account 去做攻击 有些攻击手法 它可能是allow domain pc 也有些account 它可能是两者都可以 所以在这个上面 我们会提供相对应的弹性的调整 弹性的部分去做一个调整 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就是stair accuracy 我们知道stair initiation 成长stair accuracy 加减prediscipline condition 得到我们的lucky who 那刚刚讲完stair initiation了 接下来讲stair accuracy 攻击项量发起后成功的几率 OK 它成功几率是多少 发起不代表成功嘛 OK 像 但各位可能会有个认知是 可是ACO A account可以被使用 abuse 它基本上能够被abuse 这个设定我们看到 它就一定会成功嘛 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它一定会成功 它就是百分之百 当然在AD里面有不少的手法 可能是我们的认知里面 可能是 它只要被initiate起来 它就会成功 OK 那它就是very high 可是有些状况下 它可能是搭配了其他的机制 在整个网易环境里面 它可能起来之后 我们可能有monitor 特定的account 例如一个high privilege account 它在做任何的行为跟操作的时候 它都会被monitor 它都要去被有一个存取跟认证 确认的机制 但它就不见得是百分之百 所以会依据不同的网易环境里面 去做相对应的调整 去做相对应的调整 OK 那当然像是说 不同的手法也不见得是百分之百相同 像是说 可能DNS的min 它就不见得是百分之百 它可能就是会有机率性值的概念在里面 你实作的第一次 或者别人实作的第一次失败了 可是你DNS就fail掉了 你就没有办法实作第二次 这样子的手法 所以在AD里面 其实还是会被上不同的tare vector 去做这样子的计算 好 那pre-disappointed condition呢 pre-disappointed condition 我们认知来说是 在影响供给项量 发起与成功几率的环境因素 发起与成功几率的环境因素 OK 因为在 因为在这整个 在这整个pre-disappointed condition里面 我们知道说 环境 企业网络环境会不一样 所以因为这个网络环境不一样 它就成为了我们pre-disappointed condition的机制 例如说 OK 我们来确认 来举几个例子来看看好了 就是例如说 OK 可能今天企业有企业相关的policy OK 举例来说 OK 我们后面也会提到 但我现在简单讲 像Curberosting好了 我们一般来说是针对 弱密码的部分 OK 可是如果它今天强制 OK 我们密码可能长度是一件事情 可能default是8码好了 那可能企业用policy的方式规范到25码 可是企业规范到25码 政策在这写着 你要用25码因数字符号很合 假设它没有强制 那所有的users真的会照办 这是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也可以做弹性的调整 只是说我们在基本的初始定义来说 我们会把它列成加减1 因为它不是那么强制性的 它可能有疏漏 这样的概念 OK 那如果说我们提供了设定值 例如说OK 它disableRC4 或者disable这些weak的inclusion的加密演算法 当然我们先不讨论Doment Trust 或者Forest那边的话 就是的话的部分 那如果它disable这些weak的加密演算法的话 那它可能就是 它把default有问题的拿掉了 它在加减的调整上面 它就可以是 风险就可以减5或加5这样子 等等的 我们就是一个加减的方向 方式去做一个调整 所以其实简单来讲 各位可以理解成一个概念是 Predispone Condition它就是 一个企业网络环境 依据不同的企业网络环境 会有不同的长相 会有的不同长相 OK 那依据这样不同的长相 例如说政策或者防御机制 可能有些防御机制 会把特定的供给 或特定来源IP 它做了DC Sync这个手法 可是DC Sync的手法 从某一台CADY机器来的 它不是从正常Domain Machine来的 那这种比较 比较junior level的Attacker 可能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Block掉 等等的这样的模型 我们就会去做这样子的操作跟设定 跟风险相关的评估 OK 就是看它是一层一层一层 可以跌上去的 好 这是Predispone Condition的部分 那在整个向量里面 当然我们影响向量本身的设定 是我们 我觉得比较高的 像演算法我们刚刚提到的 但它无法完全杜绝 但它有一定程度 可以造成攻击 攻击成功的困难 例如说 我都Disable RC4了 我又强制把密码拉到25了 那当然Carrus 你还是可以把Password Hatch拉回去吧 可是你要破个几年几个月 甚至更久 可是如果是default 可能你就破了两三个小时就出来了 所以这在时间上来讲 它是有差异跟难度的 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说 OK Predispone Condition调整之后 让风险降下来了 它就一定不会发生 风险依旧存在 只是它被减换下来了 到一个企业可接受的程度 到一个企业可接受的程度 OK 那例如说 政策的防御机制 那有些 假设说某一些的Response Team 它非常非常的有效率 OK 它也针对特定的方式 去做侦测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去做 相对应的操作这样子 就可以去做相对应操作 例如它说可以侦测 并阻断相关的攻击 对 例如说我们加入SECLE 去或者开启相对应的 Otet Log Otet入我等等 对 那这个可能就是 我们可以加减三分 加减两分 就依企业而定 那企业的资源称证跟规范 这样就是我们可能会说 它不见得是百分之百成立的 这样子 好 那整个矩阵模型 我们就会这样拿出来算 Like who会等于 Slay Initiation 乘到Slay Accurance 加减 PD 好 那这边只看 Slay Initiation 跟Slay Accurance的部分 所以当Slay Initiation 是Very High Slay Accurance 是High 或者Very High 那我们就会在20到25 那多应过去之后 它就会是 Very High的level OK 它就会是Very High的level 好 那Very High的level 看它是20分 还是25分 我们就会在这个分数量级 去做一个对应 那再来去做 Precip Point Condition的加减 就像我们这边可以提到 它就可以去做 这样相对应的加减 OK 例如说 它影响的向量本身 可能Curber Accurance 本来是Very High 原因是因为 它用D4的R4 E4演算法 它一直用8码 可是我拉高到了25码 或者我拉 Only Allow AES 的Incribution 类型的东西 它可能就可以把 Very High降到 High 或者降到Moderate 这样子的手法 去做弹性的操作 OK 当然预期的InPay InPay这边我们比较 定义的稍微 石板了一些些 定义的稍微 石板了一些些 我们定义Very High 是能够直接或间接取得 网络管理者的权限 网络管理者 Domainer的命 或者Domain Control 而且能够利用 而且能够利用 那High我们是定义为 直接或间接取得 特定的网络管理权限 以及Very High 跟High的差异在于 Very High 你可以takeover 所有的权限 而High 你只能取得特定的 例如说VMware的管理权限 或者DNS的管理权限 等等的 Account Operator 等等的 这样子的 特定的权限 我们会列成High 那当然你如果只有 特定服务的Account 例如说这个服务 是拿来用 MS SQL Service的 或者服务 是拿来使用 MS SQL Service的 我们所谓提供 或者使用服务的部分 这两种Account OK 因为提供服务的 跟使用服务的Account 能够使用这个服务的Account 它可能会不一样 例如说 Omaris被register成 可以使用MS SQL Service的Account 代表 我有access MS SQL Service的权限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会定义为Moderate 那接下来 一般的User 我们会定义为Low 再来Very Low这样子 好 所以整个Risk Model 在这边就出来了 我们就是Risk 等于Like Who 乘上Impact 那 Like Who 我们刚刚已经算出来 它是Very High High还是哪一个Label 所以我们就相对应出来 知道之后 那我们就对应Impact 在这个Like Who 的Base下面 它造成的Impact有多严重 这个攻击手法 如果搭上了整个Domain Compromise 它可能是 假设它是Moderate Like Who可能是Moderate 但它搭配到了 是Very High的一个Impact 它可能是Compromise Domain的命了 那它就会得到整个15 那15会对应到整个Risk 就是High Risk Level 然后会是15分这样子 当然 这个分数可能就会取决于 相对加减这样子 好 所以这是我们提出来一个 先给各位一个Base 去提出来一个说 风险矩阵的模型 它大概会长得像什么样子 它大概会长得像什么样子 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 OK 我们先讨论点的部分 那点的部分 我们请Desk来跟我们分享 Curbersing的部分 这样子 因为我想时间可能会有点不够 所以我们会稍微快速的带过 点的Curbersing的例子 跟Vector的例子 Attack Path的例子 各大一个 给各位有一个概念这样子 OK OK 那下一个是 什么是Curberos 我们下一个主要利用 套用风险量化这个模型 到攻击向量的例子 是Curberosing 什么是Curberosing Curberosing是在Curberos认证机制中 Service Ticket会以这个目标帐号的密码 杂凑值来进行加密 所以 攻击者只要有合法的网域存取后 他可以透过 请求这张Service Ticket 来试图暴力破解 这一个服务帐号的密码 那我们来看 针对Curberos的TI分析 这个Threat Initiation的分析是什么 基本上我们知道 只要有SPN设定在这个 使用者账户上面的话 所有人 所有Domain的帐号 都可以发起这个Curberosing 那 我们说网域中所有的帐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为所有的 网域中所有的帐号 都可以发起这个Curberosing的攻击 所以这个涵盖的比率是100% 那TI对应的就是5是very high 那在TO的分析 因为Curberosing它的成功取决于这个攻击者 到底没有成功的破解密码 那我们在定义网域的 这个Default的密码 复杂度 还有它密码 需要在更换的时间 这个peer 我们定义成功几率为80% 那它的Threat Occurrence 或者是4是high 所以下一步我们再 再来分析这个P Predisposing Condition 那我们知道说Curberosing 它主要的成功是取决于 它是否在有效的时间内破解这个密码 那影响这个Curberosing的环境设定 会是帐号密码的复杂度 还有Curberosing这个Service Ticket 它的加密演算法取得的是什么 所以有可能性增加的部分 可能是这个帐号 它完全不需要更换密码 所以工具者可以一直尝试着暴力破解 直到它真的破解出这个密码 那另外一个是 可能针对要需要向下兼容的一些系统帐号 使用者帐号它是可以EnableDS加密演算法 那这一件是同样可以让Curberosing的成功几率更高 那另外一个我们再往下看 看到可能性减少的部分 那可以关闭RC4让Curberosing它只能取得AES演算法 但我们要知道虽然它这件事让Curberosing的可能性减少 但是它可能造成一些实物上的问题 比如说在Trust Ticket上面 它D4会使用RC4那这时候就会造成问题 那这下一个 User本身它D4不会开启AES的加密演算法 那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来让它D4就使用AES的加密演算法 不过它是D4在使用CurberosSendication的时候会使用 它不是代表说这个User他只能用AES 他还是可以Request RC4 那这个设定是为了做什么 这个设定主要是为了做Detection用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BaseSide所有的 针对这个User的Service Ticket都会是AES 那只要今天攻击者他Request的是RC4的时候 就有机会可以侦测到这样 那 我们再下一个假设 这时候我们得到了这个可能性 还有它可能有预期的影像 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算出来这个风险在哪里 我们假设在预设的状态下没有其他的Predisposing Condition 那 呃 我们的Likelihood会是5乘以4是20 所以Likelihood是Very High 那对应到 呃 这个预期的影响 那如果他是网域的Administrator 他是网域的 呃这个管理者的话 那这时候同样也会是Very High 那对应的风险 就会是25 Very High最高的 那如果他是一般的账号 他是MS SQL的账号 那 呃 MS SQL服务使用者的账号的话 那预期影响 会是 Low 就是因为他是一般的账号 那 呃 风险会是10 是Moderate 所以 下一个我们假设我们刚刚说到的去 呃 呃减少这个可能性的Predisposing Condition 那 我们假设说这个企业他 关闭了这个RC4加密演算法 那 PD的部分减了5 所以Likelihood变成15是High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右边的部分 呃 右下角的部分 呃 右下角的部分 这边的风险 呃 網域Administrator就变成20 以及MS SQL使用者账号变成8是Load 那这下一个我们看到ACO 直接跳过 没时间 OK 那我们直接先跳到 呃 网域攻击路径的风险量的话 那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 呃 攻击向量 把它的 呃 风险结果它的Likelihood 以及 呃 它预期的影响 这个impact 单独的 算出来 那我们在做 呃 攻击路径 呃 也就是这个Attackpass的时候 我们是将 这个路径是设为 很多个向量的一个组合 那 这些组合里面 攻击者可以藉由这个 他可以用的 他 他compromise account 然后 他在看说 这个account是不是存在一些 可以 呃 initiate的这个 攻击向量去扩大它的影响力 最后 呃 compromise整个Domain 那我们将整个攻击的路径 视为一个整体去计算它的风险 那我们是把 初始的这个攻击向量 比如说这个攻击者 一开始使用的是 Kerberosin 比如说它一开始使用的是 Aceo Abuse 那这一开始的这个可能性 就是我们在计算 攻击路径的Likelihood 那在预期影响的部分 攻击路径的预期影响会是 整条路径中 呃 这个 攻击向量最大的impact 它的预期影响 这个目的是为了反映 这个攻击者使用的最大权限 它可能造成的 呃 这个破坏 所以 我们为什么是 呃 使用的是初始的向量的可能性 以及 这个原因是因为在 呃 我们可以想象的是说 攻击者当它已经compromise 这个 初始向量的第一个 这个账号以后 中间的向量 中间的 向量发起账号 已经被攻击者掌控了 所以没有不确定性存在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去忽略 这个路径中间攻击向量的这个可能性 那我们看一下一个攻击路径的范例 那我们 假设在 可能一次红队演练的 呃 这个事件中 或者是apt 它使用了fishing 使用fishing的payload 进到这间企业里面 那我们对一开始initial access 是不做这个 风险量化分析 呃 风险量化的 我们直接针对的是ad的攻击向量 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到cubal boosting 我们在 稍早的时候看到cubal boosting的可能性 为very high 那它预期威胁 因为在这边它是一个提供 使用特定服务之账号权限 所以预期的威胁impact部分 会是moderate 那对应到的风险 我们计算得知是15 是high 那 再往下一步 攻击者 它利用这一个 它已经compromise svc web 这个账号 它利用delegation 尾派 很像移动到msc core 这台机器里面 那因为 delegation这个设定 一般来说它只设定一个 当然有些可能性它可能设定很多个 那这时候的likelihood 这个可能性的部分 可能性 3 initiation的部分 包含 呃 帐号的这个涵盖比率又会不一样 不过在我们的例子里面 delegation的设定只有一个帐号 所以它会是 它的可能 它的3 initiation是low 那 可能性是算出来得到是10 那是moderate 那在预期的威胁的部分 呃 因为这是一个 同样是一个msc core的帐号 它同样的是 它有 呃 它有提供或使用特定的服务 它是这样一个帐号 所以它的预期威胁 会是moderate 那我们得到在这边的风险是9 是low 再下一步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攻击者 它compromise了msc core 那从msc core上面发现了 这个admin 这个domainadmin的使用者 有一个session在上面 所以 这个攻击者使用了秘密cast 从lsas里面把 网域管理者的密码杂策子 那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 因为 logan session 它本身它是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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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它 它不是设定 它不像acl 它不像curbrose 它是遵循一个 呃 它遵循一个 其他的帐号 去initiate 这样的攻击 所以我们是把这边的可能性去串接上一个攻击向量 我们使用的是上一个攻击向量的可能性数值 但在预期威胁的部分 它会根据这个目标帐号所拥有的这个权限对应分级 所以在我们这边我们的预期威胁 因为它是一个 呃 domain main 它是一个网域的管理者 所以 它的预期威胁是5 对应的 风险 是15 那 在下一步 这边 其实攻击者已经compromise整个 整个网域了 它已经得到domain main的帐号 那可能它想要做的是persistent 它想要做golden ticket 所以它另外做了DCSync 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原本的 攻击路性的风险计算里面 我们使用的是一开始一个攻击向量的可能性 这个likelihood 以及在整个攻击向量里面最大可能影响的这个impact 那我们取这两个量值分别 两个都是very high 那对应到我们的这个matrix里面 那就会是25 所以 针对这样的攻击向量 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防御策略 我们可以有第一个部分是去阻断这个攻击路径 我们去移除相关的设定 或者是 这个domain user 这个domain main 它的logan 它换成是 不会存credential的logan的方式 比如说是non-network的logan 那另外一个是假设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断这个攻击路径 我们没有办法去把这个攻击向量的相关设定 它的property的设定等等拿掉 那这种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去把准许存取或者是有这个权限的这些账号去盘点说 是不是有这个必要 它这些账号是不是有必要存在去降低 这个账号的数量 所以我们是在减少收取权限或能处取的账号去降低整体的可能性 那最后一个部分是假设我上面两件事都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去 我没有办法去把这个攻击向量拿掉 我同时我没有办法再减低这个可能性的话 我最后一个办法是我去设定 我去设定相对应的这个监控 我去找说这个攻击向量的手法 它会出现什么样的event 它可能使用的是acl abuse 那可能可以用cycle non 另外是可以去看说是不是有一些对应的这个audit policy是可以打开使用的 但不过这边要注意的是跟我们在一开始的向量模型里面 是同样的这个道理 因为我们都知道侦测有时候可能还是会被bypass 在predisposing condition里面我们只有减2 那在这边它算是一个last resort 是最后的这个办法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它阻断攻击路径 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基本上我们要破坏的这个 我们要把这个攻击向量拿掉的部分是越接近我们impact最大 比如说在我们这边的例子里面是domain and mean 我们把domain and mean这个logan session整个拿掉了以后 后面的攻击路径它可能就不存在 但是要注意的是假设我把logan session拿掉了以后 后面可能还有一个ACO abuse到这台PC 那是不是代表这台PC还有其他的logan session 或者是说这台PC还有其他的ACO存在 那这又是另外一个需要盘点的事情 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路径了OK 然后在最后的一个部分我们如果只把一开始的这个初始的攻击向量拿掉的话 那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它对整个攻击路径的这个破坏程度是较少的 因为还存在了后面这两个 那我们再看到下一步 假设我在 我在这边我能够做的 我只能够把ACO abuse relapse的这个ACO write拿掉 以及我去把change password拿掉 那我在下一步 我甚至在这个攻击路径里面还剩下logan session 这一个 那 再来就是我们去看说 到底有哪些的account它可以 登入 它可能有local and main 可能是remote desktop 可能是remote management user的group等等 我们去看说到底有哪些 这个账号可以到这台机器的涵盖比率是多少 我们去盘点说 这个攻击项量能发行的账号有哪些 那检视它的必要性 去把这些账号 不必要的这个权限拿掉 那在这边特别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 很多时候我们在过去很常发现 它是给了网域的群组 那网域的群组下面有一个群组 再往下有更多的群组更多的user 所以这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是 看起来只有一个user跟一个群组 但是其实下面有很多个user 所以这边是这个subdomain group 是最需要另外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对应到我们predisposing condition的部分 那在这边 我们主要是在针对这个攻击项量手法的detection 所以 我没有两种目前在AD里面蛮常用的方式 一个是打开这个相关的安全机核原则设定 去侦测相关的event 那最后一个部分是比如说ACL abuse的部分 我们可以设定网域物件 Domain object这个SACL OK OK 那以上 以上是我们简单的一个sharing 是包含说整个model大概长什么样子 那这个model样式之后 怎么去套用到Vector本身 以及怎么套用到AttackPath之间 那它套用到AttackPath之间的方法 其实还有很多种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是选其中最简单的一种来理解 因为其实这个Path我们在写的时候 我们还做了很多相对应动态的调整的部分 那动态调整甚至一点 我们在survey的时候 我们甚至一点各种 动态Path的相关的维基分 我们都要去做特定的计算 所以这也是相对比较困难的一个部分 那我想 我想我们可能 之后也会尝试把它单独成一个部分 来去做更深入的分享这样子 那我想以上是我们今天 针对这个风险量化在AD里面的部分的 一个简短的一些内容 那供各位参考这样子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谢谢Mars和Dexter的演讲 那因为我们这场时间已经差不多超时了 我们没有时间进行QA 对不过Mars大家都很熟 而且都可以在会上读到它 对那我们下一场议程在4点25分 那在这之前有问题的人可以来台前 直接找我们讲者讨论 好那这场谢谢大家的参与